Hello, 欢迎大家又回到松仔和松太的频道 今天有些新闻想跟大家分享 另外就是我们前两天讲过一宗案件 就是关于骚乱的情况 警察有没有追逐单车的e-bike 那宗案件也有一个追踪的 究竟是什么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去片 Hello, 大家好 又是松仔仔 又是松仔仔 不是啊, 我才是松仔仔 哎呀, 你是松仔仔仔 哎呀, 我比你弄得很暖 其实这个频道是说什么 我记得经常都是暖的 那这个频道是叫松仔暖的什么 哈哈哈哈 你少这么怕就认真一点 刚才医院都是医院来的 那又是哦 我很怕没饭吃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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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前两天就讲过关于这个 卡迪这个骚乱事件的起因 和之后民众的反应 还有在我们出完片之后 解释了整个过程 整个案发经过 然后大家网友也有热烈讨论这件事 有些人就说 那条街本身是比较多罪案的 所以经常就有警车会去追逐一些不良分子 嗯, 巡邻 是的, 巡邻 所以在那里就算见到有这些追逐 也不出奇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就说, 咦 如果他们没有东西要避免的 那为什么见到警察要掉头走呢 那另外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 首先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见到警察掉头走 因为这个是没有一个证据的 另外就是警察为什么一出来就要否认自己有追过他呢 但是看CCTV又好像是在追他 这个我也是认同警察这方面是一个实误 at least 是一个 他是要釐清这个事实的责任 我们在上一条片里面有处理到 问题就在于 这个是不是警察在诚信方面出现了问题 为什么他一开始就否认 如果他是没有追逐过他 他为什么之后又会有一条片 是拍到他好像在追逐他那样呢 是 之后他再较较出来 再放多一条新片的时间 就似乎是解释他 他没有追到他 但是他又没有真的在文字上 或者在他的演说里面有加一些较较的解释 所以大家就看完之后 只能够以一个70%至80%的观点去概括这件事 好像大概应该就不是他有追到他 但是我看上次的片子也有说了 他是欠缺了一个清晰去释除公众疑虑的一个解释 或者是一个调查报告 那这件事就经过了两天再发酵 那究竟之后又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们在解释的时候 只能够以一个七八成这样的状态去说 因为后续其实还有事正在发生 那到今天就有过千人 就在那条街那里 就举行了一个悼念的仪式 就有一些放一些蓝色的气球上天 那我看片的时候 听到很多霹零啪啦声 是 但我又不是太肯定那些霹零啪啦是什么 烟花 又不是烟花 就是天上没有烟花 但是就霹零啪啦 我不肯定是什么 如果有人知道的 不妨在留言里告诉我 又不是那些啪啪子那些又不是 那些沙炮那些 是不是不飞上去那些烟花 在地上嘴那些 有些像明昌的感觉 但没理由的 你怎可能 你怎样说我这么多个明昌 那都不合理 所以我不太肯定那些是什么声音 但是真的为数 我想超过二千人在这条街那里 那就调念这两个小去的年轻人 是 但是警察呢 在英国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们没有在那个位置停止了 嗯 那你没有办法去解释那个苏联的起因 以及谁需要向那个苏联负责呢 为什么会出现那个苏联呢 是民众overreact了 还是警察真的错了而令到民众愤怒呢 那这个是需要有一个答案的 而我们上次是没有一个答案的 只能够说 嗯 感觉上警察解释了出来之后呢 就好像是真的有一些理据的 是 就不是说真的警察特意要隐瞒的 但问题就是 他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出来 那今天呢 就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 就正式是开案去调查这件事了 那英国呢 是有一个 Independent的 Police Conduct的委员会 嗯 就专门去调查一些 如果是这类型的事件 究竟那个前因后果怎样发生 那这个委员会呢 就不是说 就这样他自己的内部 找一些警察来问一下 然后随便写一个report 然后告诉你听 哦 调查完了警察没问题 然后close file 不是这样的 哦不是这样的 OK 对了 完全不是这样的 英国人做这些就不会这样做的 他是真的会派这些officer呢 是去这条Eli Street那里 嗯 就是这条事发的街那里呢 问那些民众 究竟你们当时目击到些什么 调查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片段 真的会出去问人的 是逐家逐互问 哦 是几乎整条街的人都会问 OK 那这个就是做事咯 这些就是做事咯 这些就是调查咯 我觉得这个调查呢 其实某程度上不是针对警察 我觉得 反而是帮了警察 嗯 因为如果你要证明你们没错 你是需要有一个很彻底的调查 你是nothing to hide的 那我就摊出来给你看了 因为你在当事人的角度 可能他只能够很主观地 将他警察的一面说出来 是啊 你事发骚乱的民众 或者是这些 这两个年轻人的家属 他们只能够用很主观 用他的角度说出这件事 是 所以他就一定认为他适合 警察也认为他是适合的 不然他不会做那个行动 是啊 那你一定需要有一个独立的机构 是用一个客观 对了 看完两边 究竟 这件事是谁适合谁适合 可能 其实不是说一边适合 也不是一边适合 是某几个原因组成 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它主要是要调查四大点的 好了 第一点就是 这个调查委员会要调查 究竟在事发之前 有过些什么的interaction呢 这个警察 为什么会吊着他尾巴呢 究竟他是不是真的看到他就掉头走呢 是的 他为什么要是 就算他不是追着他也好 他怎么也一定是跟着他的 这个是一定的 因为你看着就没可能不是 但是跟着就不代表是违反规则的 是的 我在一条motorway走 警车都可以在后面跟着我 那他跟着他 究竟有原因才会进入了那条街 整天都有警车跟着我的 难道他一跟着我就违反了吗 那不是的 那为什么他要跟着他先 是不是真的有余警察所说 他见到警察就掉头走呢 这样 有没有一些dash cam 是拍到呢 警察的警车 不一定全部都有dash cam 因为通常是追逐那些警车才会有 就算有也好 未必 未必有开的 因为就算我们在motorway那里 开车 有时他后面说你超速 其实他也是抛你浪头 就来抓你 他未开 你就已经 截了你到一边 那 他未必有拍到的 这个是真的 即是他就算有也未必一定有拍到 但是究竟他有提不提供到这些东西呢 怎样去证明 他是究竟当时跟他做过什么interaction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何谓追着他 嗯 因为你看到CCTV第一段 就是 警车在他后面 没有响安 没有着灯 第二段就是 已经离开了十几秒了 那 如果你是真的有追的 在逻辑上 这一架 没理由追不到他 对了 这架ebike是快 是快 但也没理由比较快得比较车 我觉得 要加速的话 较车 怎么都追到他 没理由被拋来十四秒那么远 没错 那究竟他是有没有追他呢 还有这个 这个是很关键的地方 如果那个 那个报告 是证明他是没有追他的 嗯 就是他当时不是打算追他 只是打算吊他尾 那警察否认他有追他 就合理 是啊 因为我真的没有追他 我真的没有追他 对了 但是你怎么去证明这一点呢 也有代理委员会去查证 有没有充分的证明证据 证明他只是吊他 是没有追逐他呢 这个我现在不知道啊 那第三呢 就是当他和这两个年轻人 有一个interaction的时间 嗯 譬如是跟着他啊 见到他啊 吊头啊 怎样各样呢 他们是有没有 是作出一个正确的report 就是他当时是有没有 适当地啊 我现在跟着他 因为我怀疑他什么什么什么 他有没有报上去呢 是 有没有这些记录呢 嗯 到他撞了车之后 他即时第一个反应是怎样呢 他是不是下车站着看 怎样拆那件事啊 还是他立刻就报上去 有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他会撞啊 他见到些什么啊 警察当时是做些什么 这些全部有没有记录 就像你架飞机的黑盒 因为呢 当时呢 那些民众呢 愤怒呢 我之后翻查 原来有一个原因 除了一个诚信问题之后 就是 当时原来那些警察 是封住了那个撞车的现场 是不让任何人进去 是 譬如你父母那些都不可以进去 是 总之就封住了 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那些人就很生气了 喂 我死了个儿子 还是怎么样 我也想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啊 是 但是你有时你站在 可能他撞了那个场景 当然不想被人看到 不是 未必 未必是不想被人看到这么简单 可能是 就是会不会有些东西要调查 你的人冲了过去 你就破坏了他的环境证供啊 证据啊 那他之后如果要再调查的话 就更加难了 就是这个是 你有你的说法对 他有他有他的说法对 那这个也是要等到委员会去调查 那第四样就是 究竟警察有没有违反他的守则 就是说他吊住他尾 这个action 还有之后疑似的追逐 有没有违反到他警察的守则呢 他report的时间 他用的延迟啊 或者是手续的程序啊 整件事由头到尾发生的过程 究竟有没有跟着程序做呢 那就由这四点去调查 那我觉得其实都 非常之巨细无谓的 如果这四点都已经有充分的证据 和背景的资料去back up 然后再作出一个report 跟着再给一个decision的话呢 那我相信呢 整件事是可以一个真相 是可以完全出来了 这个独立调查机构呢 那个 就是那个leader呢 就说他们的调查一定会是全面的 也都会是一定是独立于这个警察的体系的 就是不会偏帮任何人去完全独立的一个调查 我觉得对两边都是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一个impact 如果警察真的无辜的 你还他一个清白 如果警察真的有问题的 你也都及时去指出那个问题 嗯 那到大家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防止下一次的骚亂 对啊 因为你这次骚亂 你那个 那个因由 或者是之后的那个处理 没有去解决 没有妥善地解决的话 那下一次有类似的东西 就更严重了 那就加上去 对啊 你的政府就更加难搞了 对啊 其实是有多好处 多过坏处 是多多声的 当然啦 一定有些人是不希望这样去 那么follow地调查 那但是看看 究竟是不是真的里面出了问题呢 那这个亦都是 英国一个可贵之处 他是会很follow 有跟随程序 一个独立的机关 去调查这些争执的 那在这里呢 亦都希望那两位死者是安息 那家属也都不太伤心 那希望那个调查结果 是可以给到一个答案 满足到两方面的人 还有也都可以避免下一次的骚乱发生 好了 第二单新闻呢 就要讲讲 今天呢 下午呢 在唐宁街 就发生了一件 严重的大事 嗯 就疑似恐怖襲击 嗯 后来调查呢 发现呢 就不是恐怖襲击 但是什么事呢 未有人知道 他说的什么呢 就是 有一辆车 就以一个缓慢的速度 就撞向唐宁街的大闸那里 就是撞向Suna屋起门口的大闸 缓慢的 就是看着他的 缓慢的速度 你你你你做什么那些 是啊 就看相片就是这样了 那是一辆Kia来的 是 就撞向了大闸那里 但是他不是损位很严重而已 而且里面那个司机也都没有受伤的 有司机的 是啊 所以他没有拉手机 有八路电视影片就拍到这辆车呢 因为一边就是唐宁街的大闸 另外一边就是对面国防部的车站来的 那这里中间呢 就是马路啦 前后那样在行车啦 那这辆车呢 就突然间国防部的卡洛洗出来 就一直向前 撞下去的杂 但是你看到CCTV呢 他慢慢的撞下去的 那一撞下去之后呢 就 大家反应很快 首先那些民众一见到这个情况发生呢 就立刻避开四散 是 然后呢 現在就有警察衝過去 拔開車門,把這個男人按在地上 然後再綁上手扣,帶走他 然後一隊衝鋒隊,SDU,什麼什麼 又要拆開一輛車 就走到維蜂的車,打開Boot,Street Search,整輛車 整件事就好像恐怖襲擊一樣去處理 搞到很嚴重 究竟最離奇的是什麼呢? 這輛車之後有另外一份報紙就說 這輛車,他認為是一輛被詛咒的車 為什麼這輛車的被詛咒的車呢? 好有趣,因為真的很有趣 話說這輛車,因為今天發生了一件大事 很多新聞都有Cover 又拍到車牌的號碼 有一個住在蘇格蘭的一個男人 老婆就看一看車子,跟老公說 老公,這輛車這麼像你以前的車子 老公看一看,你真的沒有車子 車牌是一樣的 原來這輛車本身是屬於一個蘇格蘭人 他在五年前 就把這輛車賣給蘇格蘭人的一個商店 為什麼他要賣這輛車呢? 這輛是一輛Kia 他買回來幾年 他只是開了6萬公斤 用了五、六年左右 他說在這五、六年裡面 它是不斷有問題的 這輛車是否要賣幾百磅 那裏是否要賣幾百磅 然後他直接拿去車房 那輛車房跟他說 你還是不要了 你無底心態是救不到的 很奇怪,Kia通常都很耐心 就算是一年至一五年那個年代 Kia都已經可以賣了 差不多好像一輛Honda Civic 你很少會這樣賣 經常說過他保證不知多久 他說那輛車 是從來沒試過好地地 一段長時間的 他說簡直好像被下降頭那輛車 所以他之後就賣了 誰知道原來之後就去了倫敦 就撞到唐寧街的大閘 出名了 他說那時候的汽車維修員說 你這東西應該都不會很長命的了 即是你走不了多久的了 你真的走不了了 果然在五年後的今天 他就已經撞到一個大閘 而結束了他的生命 他一定是國防部的人 否則他不會在國防部的卡派走出來 這件事第二個離奇之處 就是他是一個普通人 據報導他只是一個普通人 但是為何會這麼離奇 在一個國防部的辦公大樓的停車場裏面 將車駛出來呢 這個現時是一個不解之謎 可能他有些visitor pass進去 我不知道 但總之現在是沒有報導說的 他為何會撞下去呢 仍然都是一個謎 究竟是車本身有問題 還是炸那個人有問題 還未有人知道 只是現在消息就說 他應該就不是一個恐怖襲擊事件 應該就很失敗了 不是 如果他是一個恐怖襲擊事件 他的速度 就應該是一個 不是很合理的速度 就是作為一個恐怖分子的話 這個速度是不合格的 是不是那些是試水溫的 就是慢慢撞下去 看看有多少人跑出來 他要多久的時間 那些人來的 算時間 有什麼可能性 但是他沒理由這麼快告訴你 不是的 他還未調查清楚 當然是不告訴你 是先嚇死你 他最划算的地方 他一經過 要上去的坡那一刻 他就要 好像過VAM一樣 不要那麼蹬 這下划算 接下來有一件事 大家在英國 如果做的話就需要三思 那這是什麼呢 就是在香港是很普遍的 就是一些車cam 就放上網 比如在Facebook那些 你會經常見到 我們俗稱叫車cam L 總之有人違規 前面有人犯法 或者做出一些不當行為 炒車那樣東西 那些dashcam 其實很快就放上網 在Facebook那裡 很多人都會看到 甚至乎的士裡面 就看到人在熱吻 在那裡 你摸一下我 我媽啊你 那些都是這類型的東西 全部dashcam的片段 經常會在Facebook那裡有 那英國也不例外 英國也有很多的道路使用者 會做這些事情 將那些dashcam放上去 那我也都見過 有移民來英國的香港炮仔 都有放這些dashcam的 footage 上去Facebook的 但是最近英國的道路安全委員會 Road Safety Great Britain OK 那就發出了一個警告 就叫大家不要把這些影片放上社交媒體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影片的確是可以拍到 可能涉事車輛是有一些違法的舉動 或者一些意外的調查是有幫助的 但是你應該是將這些片段直接交給警察 而不是放上Facebook或者其他社交媒體 原因是因為根據英國的個人私隱條例 你有機會是侵犯了涉事車輛那個人的私隱權利 是 還有在庭上會對這件事造成不利的 可能會益了犯法的人 所以就不要這樣做 還有英國的Data Protection Law 也都不可以這樣 亂把那些片段 就這樣在未經同意下 就放上網周圍傳閱 那這個就是道路安全委員會 就呼籲大家不要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拍到的話 你就應該是將它直接交給警方 而不是放在這個社交媒體上給大家傳閱的 接下來的新聞就是 但是如果你有養寵物的話 尤其是是狗 那就要小心貓貓、狗、狗、狗 因為最近現在春天、春夏天 那些花周圍都是 是啊 原來英國有一種花是有毒的 而這種花一旦被狗、貓那些 吃了或者吞了的話 那是會導致它們死亡的 那是什麼花呢?就是這一種 這個就是叫做Hemlock的花 好像很普遍看到的花 是啊 但是這種花呢 它本身是有毒性的 是有一些鎮靜劑的成分 哦 在古代是有用來做過藥的 哦 也曾經是用來做過毒藥 去殺一些囚犯的 最著名的就是這個古希臘的哲學家 蘇格拉底 就是被餵了這種Hemlock植物的毒藥而死的 哦 所以這一種植物 如果一旦被這些狗、貓 甚至小朋友碰到的話 吞了、吃了的話 都是有機會致命 尤其是在它的根部 它的根部是最毒的 所以大家 花反而都沒有這麼毒 是啊 對啦大家放狗呀 或者帶小朋友去公園玩呀 你就真的要小心 都挺經常見到這些花的 這一種白色的花呢 其實都很普遍 是啊 最近在Northern Island 有幾宗 就是狗吃了就死了 變成很病 然後很快就死了 所以大家就需要小心留意這件事 好啦 那接著那宗就厲害了 這個就是我們前兩天 前三四天 講過有一位七卡網紅 嗯 那他就是專門跑去破壞東西 然後就博這個view數 簡單來說是專門騙like的網紅 是 那他之後就被警察捉了 是嗎 上門就捉走了他問話 然後呢就頒了一個法庭令給他 那就是他不可以再做這些事 嗯 那同時之間呢 這一個社交媒體 都禁止了他的帳戶 做得好 對 都是要的 做得好 那但是呢 他是死性不改的 他呢是 判斷完他之後 他第二天就立刻 繼續做這件事 那他還上了英國一個名嘴 P.S. Morgan的節目那裏 接受訪問的 那但是基本上我也不覺得 他是接受訪問 他基本上跟P.S. Morgan吵架 就說P.S. Morgan吵架 你不要暫領我 我先說完 讓我先說完 不停吵架 P.S. Morgan吵架 P.S. Morgan吵架 就行了 我們現在就終結了 亂 沒有東西跟你說了 就發現 沒有時間跟你說話 你問他會不會道歉 我都說我不會道歉 我會做錯事 我怎麼會道歉 你的道德觀 不可以放在我身上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道德觀 我喜歡怎樣就是怎樣 我是我自己的那類型 非常之大的自我 那怎樣捉了他呢 他就是再上去那些超級市場 他就在Iseland的屋頂那裏 他這次勤了上Iseland的屋頂 就被兩個便衣 在屋頂捉他 那當時他非常之驚訝 為什麼會驚訝 為什麼啊 我想他是沒想過 有人會上了一個屋頂捉他 他原來之前有一些video 他是踩住駕Astar的電車 就是給婆婆買送 買送的電輪椅 一租的 他將它直接踩進別人的屋頂 推貨出來的那個區域 那個warehouse裡面 是 然後人家問你為什麼在這裡 我為什麼不可以在這裡 逗別人 他不單止 他不單止沒有因為這件事 受到任何教訓 他之前的影片 馬上被人找出來看 因為大家都很 不要給那麼多view數人 好奇想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所以他是一下子爆紅了 現在就算這個社交媒體禁止了 他還有其他account 那些gaming streaming platform 他說我全部都有 我全部都會放上去的 但是現在就因為他違反court order 又踏了孖頁 又回到警察局了 就好像 香港現在好像也有一個人是這樣的 剛剛放出來不久 然後又踏回去了警察局 還有他說英國的法例很弱 就是完全不能夠阻止他做這些事 我覺得 他帶出來的影響 不單止說是 會令到其他人會模仿他 接著他又得到他的紅利 這個握麗紅利 然後其他 好像他這樣思想的年輕人 又會做這些事 那你會是蔓延去全英國都會有 就是怕是這件事 第二呢 就是問題是 就是因為有他們在破壞這個規矩 那就會令到 那個法例會更加嚴謹 大家要遵守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多 本身是有自由給你的 本身你可以 遊戲給他玩 你可以評論某些東西 或者你可以做某些行為 在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下 但問題是 這些平台可能在之後 就好像這條網絡安全法一樣 就是因為有一群少數的人不守規矩 所以他那條法例就鉗得很實 鉗得很實到 大部分的人都會因為他這小部分人的不守規矩 而受到這些法例的影響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不幸的局面 就是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出來 但是社交媒體也有責任 其實不只是一個半個 是全部都是 就是它是要求你一個很短的attention span 最重要是在最短最短的時間內 最好頭五秒 我就draw到你的attention 那些民眾才會肯看下去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很不健康的一個環境 我想知道一條十秒一條五秒的影片 你可以在裡面得到一些什麼有用的information 你根本連發生什麼事都還未知道 所以就能看多幾次 是啊 所以 那個機制就是去獎勵他看多幾次 沒錯 但是你真心認真去做片 或者認真去做content 反而得不到一個相應的reward 是啊 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在YouTube裡面也是存在一個根本的問題 有很多人 他們會做一些很高質素的影片 我自己都看很多很高質素的影片 但是不代表他們的影片就會很hit 很多人去看 因為他不能夠在短時間裡面draw到你的attention 他那條影片就會輸了 這個我覺得是在content creation裡面 一個很不公平的現象 你變成是鼓勵那些content creator 一直不斷製造垃圾出來 是啊 以最快的速度製造最大量的垃圾影片 務求就是去draw你的attention 但是你在裡面得到什麼 你什麼都得不到 什麼營養都沒有 那越來越是這樣的時間 那大家不就好像變了一個BB 你無論看什麼 其實他都是給你一個奶嘴的 最後下來就有一個香港人的活動 那我也想跟大家是推廣一下的 那就是有一個組織叫做Lighttime CIC 那他們就最近拍了 我相信 我相信因為我沒聽過有其他人做 就是英國第一個 由移民英國香港人 去主演的一個舞台劇 是的 那就是這個叫做 開始了 我們的下半場人生 那這個舞台劇呢 就將會在2023年 6月30日至7月1日期間 就是在這個曼城的contact theatre那裡 是舉行公演的 那個票價很便宜的 如果你是大人的話就5磅 那如果你25歲以下又有學生症的 就3磅 那整個話劇呢 就大概是一個半小時左右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你是可以上去 可能應該是Lighttime CIC的Facebook那裡 你可以去訂購門票 還有這裡有個QR Code 你找回一張poster 有個QR Code 你就可以去訂購他的門票 那我自己呢 都挺支持這類型的活動 因為 屬於我們香港人 在海外的一些娛樂文化活動 其實真的不多的 舞台劇也是我第一次聽有的 那你 真的你要有第二次的話 有第三、四、四次 你一定要先支持第一次 他做得好不好 在其次我覺得是一個姿態來的 你是需要去鼓勵這些年青人 是可以從事多方面的發展 不是說你一定要開一間餐廳賣沙爹牛麵 你才能生存到 原來他來英國他可以發展他喜歡的東西 譬如藝術啊 攝影啊 音樂啊 各樣東西他都有機會有個出路的話 也都有觀眾去欣賞他 這個才是個重點 那個community也是這樣才可以形成到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不妨都去買張票支持一下他們 那麼今集節目呢 去到這裡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鐘仔 那就知道我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 下集我們再跟大家見啦 拜拜